哎呦,大家好!欢迎来到学到! 那今天这视频呢,我们一起讨论三连级数学活动本第121页 也就是液体体积的乘法吸体啦! 你准备好了吗? Let's go! 好,在第121页呢,我们就看到有活动11 也就是液体体积的乘法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边的吸体怎么做吧 好,那A部分这边呢,我们需要计算乘法的G G也就是乘出来的这个答案,我们叫G 那么,圈出与6L相等的液体体积 那其实6L呢,我们换成ML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等于6000L的,OK? 因为L要换成ML,它们之间相差了1000倍 OK? 所以我们等下来看一看 诶,下面这边的这6个算是到底哪一个G 是等于6L或者是6000ML的,OK? 好,那我们来看看第1个吧 好,6乘1就是等于6,没错 这题比较简单 任何数目乘1,它就是等于它自己 所以6乘1就等于6,6L 所以这个有没有跟6L相等呢? 肯定有了,所以我们把它圈起来,OK? 所以第1个我们圈的就是6乘1L,OK? 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右边的这个2乘3000ML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看后面的三个零线 暂时不看它 我们就看前面的这个3乘2 3乘2,我们可以得到6,对不对? 那其实它是6,然后后面的这个000我们加上G 所以它的答案是可以得到6000ML 也就是说,2乘3000ML也是可以等于6L或者是6000ML的,OK? 那例如,一个水桶是3000ML 两个水桶加起来就可以等于6000ML了 对了,它concept就是这样子,OK吗? 所以我们可以把第2个,也是右边的这个2乘3000ML 圈起来,因为它和6L是相等的液体体积,OK? 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咯 5乘1200ML 那像刚才的题目,我们暂时不看后面那两个零 我们看前面的12,也就是12 那我们背12的乘法表的时候,我们乘5 看看是等于多少,好吗? 那我们背的话 1222,2224,32,36,42,48,52 对不对?那60了过后,别忘了后面这两个零 我们把它写下来,它可以等于6000ML 也就是和6L是相等的 那么5乘1200ML,其实也可以把它圈起来,OK? 好,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咯 那目前我们已经签了三个算式 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4乘1500ML 它的答案会是6000ML吗?我们来看一下哦 好,那这个部分呢,同样的,我们可以暂时把后面那个两个零 我暂时不看它,我们就拿15乘4看看能不能得到60 假如能的话呢,就是等于6000了,对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咯 5是20,进位2,144,4加2等于6 诶,真的是60 然后后面的这两个零把它写上,诶,它就是6000ML 诶,真巧,我们看的这4个算式呢,的机呢,都是等于6L 和6L是相等的,也是等于6000ML 所以,我们都把前面这4个圈起来了 那我们看看下一个咯 诶,5乘1L,20ML 这个跟上面这个好像有点相似,对不对? 那可是呢,当我们换成ML的时候 它其实是写成1020ML 那这个时候我们乘5呢,是不能得到6000的 ok?所以这个是,no,叩叩,错的,ok? 它不够,或者不足6000ML ok?所以这一题我们就不考虑它了,不圈它了 因为它不能和6L相等的体积,ok吗?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啦 8乘750ML, alright?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算式来做,是不是? 可能有的同学觉得,好像很难算耶,对不对? 那不要担心,我们可以把750ML写下来,然后乘8 ok?那答案等下会出现ML,我们来计算 080,85,40,净为4,87,56 56,56加4 我们可以是得到60的 诶?这个也是可以等于 6000ML,也就是6L的意思 那这个算式,它的G是和6L相等,我们也把它圈起来 是的,那A部分呢,全部的算式我们都需要圈起来 除了左下角的5乘1L,20ML是不等于6L的,ok? 那就是这样简单,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部分了 B部分,乘1乘,ok? 这边有4题,我们来看一看吧 好,第一题,8乘68L,那注意咯,这边的单位是L,所以等一下答案也要写上L 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数是 68L乘8,ok?那答案是L,我们把它记录下来先 8864,那4在各位,我们写在各位 净为的6,我们记录下来先 你可以写在上面也可以写在下面都可以 那8648,48加刚才净为的6,我们可以得到多少呢? 8648加6,我们可以得到的是54,ok?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544L,ok? 好,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啦,第二题 5乘34ML,那我们写成数字的时候 可以把比较多数位的,我们写在上方 那我们要乘的乘数呢,这个5呢,这个5倍 我们可以写在下面的这边,这样方便我们计算 那这一题呢是ML,它的单位是ML 那我们记得把它写下来ML,ok? 那这样我们就不会错了哦 好,45我们可以得到20 yes,所以记录下来这个2等下要敬畏的 那3乘5,我们得到15 15加2,我们可以得到17,对不对? 535加2就是17嘛,那我们最后答案是170ML 所以5乘34ML是可以等于170ML的,ok? 好,那过后我们来看更有挑战了 好,这边第三题呢,它是10乘748ML 大家有发现到吗?乘10的话很简单 只是加一个0在后面,对不对? 那等下我们答案是可以等于7480ML的 那可是,题目要我们写出L和ML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千位的这个7写在Liter 为什么呢?因为1L,还记得吗? 它要换成ML的话,是等于1000ML 也就是相差1000倍的意思 所以千位这边有7,就代表7000ML 也可以换算成Liter的话,变成7L 所以我们可以写7L在这边 剩下的480ML,我们照样写下来 480ML,ok? 那有的同学说,老师我们有算式的有点不踏实,对不对? ok,没有关系,我们来演示一个算式 我们做数式 748ML 我们乘10 ok?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先看 10的各位是个0 任何数目乘0都是等于0,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0乘8还是0 0乘4还是0 0乘7还是0 对不对? ok,那我们做了10的个位过后呢 我们就要来算10的10位了 也就是1 任何数目乘1都等于它自己 对吗? 那我们现在要做10位的这个乘法了 那各位我们就不写东西,ok? 我们可以做一个记号 No,不写东西在那边,ok? 那我们等一下第一个答案呢 就写在10位这一边 Alright? 好,那8乘1我们可以得到 4乘1我们可以得到4 7乘1我们可以得到7 我们照着这样子写下去 Alright?那接下来把它们都加起来 0加0还是0 0加8等于8 0加4等于4 0加7等于7 所以单位是ML 7480ML Alright? 那这边超过1000的就是7的这个数位了 那就是千位,对吗? 那7我们可以写成Liter Alright? 那剩下的480ML 我们写成ML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题 也就是第四题啦 5乘4L 632ML 诶?这边有发现到吗? 还有两个单位 那没有关系哈 我们照样把题目 4L 632ML写下来 我们要乘5 Ok?那这个时候有的同学就紧张了 哎呦,不知道怎么做哦 有两个单位怎么办哦 对不对? 那不要担心 我们同样把单位先记录下来 啊,我们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这样做 你就不会紧张了 好不好? 那我们先计算 这个ML的部分 Ok? 我们先算计算ML 632乘5 那后我们才做L的部分 可以吗? 好,那我们看一下了 2,5,10 我们进位1 记录起来 5,3,15 我们加刚才进位的1 我们可以得到16 16 这边还有一个进位的1 记录下来 6,5,30 30再加1 31 Ok?那这个时候我们做完了ML 我们才来做L的部分 Ok?那L这边呢有4 4乘5 我们等于5是20 yes 所以这边我们答案得到 20L 3160ML 嗯,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是的 因为1000ML是等于1L 那这边呢已经超过1000了 那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减到少过1000 可以吗?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千位的这个3 剪掉 Ok?那我们剪的话 可以减去3000 对不对? 那我们减去3000的话呢 它就可以等于160ML了 嗯 那这个数目就没有超过1000 安全了 可是当我们减去3000的时候 大家记得 不是把它丢掉哦 是把它换 换算 对不对? 我们要把ML换成L 是的 我们当做好像进位的这个动作 所以3000ML 其实也是可以等于3L 对不对? 所以我们减3000ML 那我们也要记得把它加回去 在L的部分 3L ok? 所以这边减3000 就是要加3L 所以20加3 我们可以得到23L 所以我们最后的答案呢就是 23L 160ML 就那么简单 好啦,那以下是有关三年级数学活动本地 121页的 液体体积的惩罚讨论啦 你学到了吗? 就要成功学到的话 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 好让更多人一起学到 也别忘了订阅 打开小铃铛 以守住我们最新的学习影片哦 那想要学到更多朋友 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官方网站 就这样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